歡迎來到進轉全球 我是吳采尼 中國去年底防疫解封以來 經濟沒有出現 暴富性的復蘇 跌破了專家的眼鏡 成為全球市場的一大未解之謎 中國首席防疫專家鐘南山 在昨天終於幫全世界突破了盲腸 原來是第二波新冠疫情的海嘯 在扯後腿 隨著清零政策結束 中國政府早就已經不再公布 確診的人數 但從不時有網友自嘲二洋 甚至三洋開態 就連習近平日前走訪了雄安新區 他也是緊戴著口罩 疫情顯然還是相當的嚴峻 對此中國傳染病學家鐘南山 他在週一出席論壇的時候 證實了中國正在經歷新一波 由XBB變異株引發的新冠疫情 預估在六月底將會達到感染的高峰 到時候每個星期將會有高達 六千五百萬人染疫 投資人擔心疫情再起 拖累了中港股市今天全面走跌 新冠概念股逆時上揚 我們去年十二月感染了 現在已經幾月了五月份了 那已經六個月了快六個月了 那麼再過一兩個月那就差了 這個抗體的以及免疫的作用都差了 五月底可能有四千萬 每個星期全國 六月底可能有六千萬六千五百萬 由於中國的經濟復速 一直不如外界預期 呼籲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 寬鬆貨幣的聲浪 最近是持續的升高 人民銀行週一公佈了 五月一年期跟五年期 貨幣市場報價利率 LPR都是按兵不動 分別維持在百分之三點六五 以及百分之四點三 由專家就預估了 人行最快在六月就會降息 除了疫情捲土重來之外 中國經濟還面臨著青年找不到工作的問題 圖中可以看到 中國十六到二十四歲的青年失業率 最近幾年呈現了向上的趨勢 最新的四月數據來到了二十點四趴 創下了歷史新高 而對比之下 美國青年的失業率 在經歷了疫情初期的大幅上升之後 持續的回落 四月份的數據降到了六點五趴 比疫情爆發之前都還要低 隨著大批的學生即將畢業走出校園 中國青年的失業率 接下來很可能會進一步上升 而根據估計 中國今年畢業的大學生人數 將會進一步攀升到接近一千一百六十萬人 連續第二年突破了千萬大關 比起去年再增加了七趴以上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最近接連出訪南非和肯亞 回國後不久就驗出新冠陽性 高齡七十一歲的他是首度確診 幸好他在網路上報平安說 感覺還OK 另一邊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十號視察河北熊安心區 看身旁大批官員口罩通通戴好戴滿 引發猜測中國疫情是否又捲土重來 醫院大廳塞滿人潮位於遼寧的中國一大 連手扶梯也大塞車 從一樓塞到三樓場面驚人 北京四月底到五月初 連續兩週通報的新冠病例 都超越流感重返第一 AI的科技進步為人類帶來更便利多元的生活 但是也被有心人士用來虛衣造假 造成了社會恐慌 甚至還有金融市場的紊亂 昨天在網路上瘋傳了一張 美國五角大廈爆炸的照片 可以看到白色的建築物四周冒出了濃濃的黑煙 而發這張照片的臉書用戶就指稱 這裡就是美國國防部的五角大廈 這張照片在推特上面被大量的轉發 包含了印度以及俄羅斯的媒體 都在第一個時間就分享了連結 結果造成市場陷入了混亂 美國股市在流傳照片的瞬間 陷入了盤中的低點 嚇得官方特別出面澄清 沒有爆炸也沒有任何事件 會對公眾造成立即的危險情況 近期AI生成太過逼真的假照片 在網路上造成了轟動 不過這一回五角大廈爆炸 被專家認定 AI生成的假圖片 首度的影響到影響了股市的震盪 從22號當天 美股標普500的指數表現就可以看到 在紐約時間早上明顯出現了震盪 從早上9點多出現了高點之後 到了10點06分 也就是這一張五角大廈爆炸的AI假圖 開始被大量的轉發 市場就陷入了恐慌 原本上漲的標普指數一度翻黑 直到證實這是假消息 才又止跌回升 AI技術有的時候很嚇人 但是發揮作用的地方也不少 聊天機器人 Chad GPT他越來越聰明了 上個月參加了美國會計師考試失敗之後 他最近用升級版的語言模型 GPT4.0再度挑戰 輕輕鬆鬆就通過了四大會計師的考試 拿下了執照 那麼跨國的律師事務所安理 也在用Chad GPT背後的語言模型 協助旗下3500位律師提高他們的生產力 全球的科技業如今爭相投入 為各行各業打造AI的應用功能 未來AI可能不光能幫你報稅 替你打官司 還能提供醫療諮詢 為你篩選股票的投資標的 越來越多人恐怕會不得不跟AI搶飯碗 讓人對這一股破壞式的創新浪潮又愛又恨 Chad GPT上週才推出官方版的iOS應用程式 接著就傳出蘋果限制員工使用Chad GPT 跟外部的AI工具 擔心內部的資訊無意中會因此外洩 不過呢 蘋果這個月一口氣開出了四十個AI相關的職區 顯然正在大肆的招兵買馬 加速蘋果的AI服務開發 以免落後微軟還有Google太多 一直警告AI很危險的馬斯克 他也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加入這一波AI浪潮的主導權爭奪戰 不過特斯拉的AI機器人 最近在一場比賽當中 敗給了挪威新創公司 OneX的人型機器人 OneX背後有Chad GPT的開發商OpenAI來支持 而且預期未來五到十年 將要量產這一款人型機器人 幫忙解決全球的人力短缺問題 Chad GPT催生了AI產業的iPhone時刻 那麼微軟的創辦人蓋茲就表示 未來將是AI助理的時代 像是上網搜尋線上購物 或者是處理辦公室的工作 都可以交由AI來完成 不需要人們一一進行 而人們目前的行為模式 將會被徹底的顛覆 無論是搜尋引擎龍頭Google 或者是電商一哥亞馬遜 都會被取而代之 矽谷實驗室OpenAI的聊天機器人 Chad GPT推出後 打破了T-talk的記錄 成為史上用戶最快突破 一億人的應用程式 更震撼矽谷科技圈 掀起深層式人工智慧狂潮 微軟攜手OpenAI 利用Chad GPT背後的核心技術 為搜尋引擎並改頭換面 更流暢也更人性化的使用體驗 是將顛覆傳統網路搜尋模式 宣告了AI搜尋革命的到來 也讓Google徹底坐不住 Google母公司Alphabet 明顯被微軟嚇了一跳 針對Chad GPT拉響紅色警報後 趕在二月初發表聊天機器人Bar 發表會上卻失誤連連 三月擴大開放公測 結果既不叫好也不叫做 據說連Google內部都批評不斷 接著大動作宣布 合併旗下兩大實驗室 整合資源強攻AI 但外界認為短時間內難見成效 市場在證明我所懷疑的 就是在各種方法 Alphabet會竟然會失去Chad Bot Google是正確的詞和詞 你和Kovac都說過 他們已經有93%的 搜尋市場 所以他們真的沒有任何要贏 Google搜尋引擎今年問世將滿25年 自本世紀初擊敗各路對手 成為搜尋的同一詞後 在全球搜尋市場 市占率常年高居九成以上 而且免費的搜尋服務 成了重要引流媒介 為Google其他各項服務 帶來源源不絕的用戶與收入 是Google跨入行動時代後 制勝的關鍵 但微軟握心長膽多年 這次可謂直擊要害 微軟早在二零零九年 就推出搜尋引擎病 但病的全球市占率 從未突破個位數 甚至因為Google 是病上搜尋次數最多的詞彙 飽受外界嘲笑 不過AI結合搜尋 渴望成為微軟 顛覆Google的契機 日前傳出手機大廠三星 正考慮放棄Google 改用病作為預設搜尋引擎 比起微軟執行長納德拉談起AI應用的未來總是樂觀洋溢 Alphabet執行長皮彩 最近受訪時對AI展現的神聖悲觀態度 仿佛流露出一股不自信 想想當初iPhone如何瓦解 Nokia的手機帝國 Netflix如何破十百十大走入歷史 不難理解皮彩的焦慮 但Google並非毫無勝算 Google和微軟都投入AI科技研究多年 而且Google對搜尋領域的掌握 幾乎無可批敵 不少專家認為 微軟在這波AI搜尋革命中 雖然先遲得點 但變革才剛剛開始 誰會成為最終贏家依然難料 近新聞的麗珍 林崇昊報導 因為Chad GPT問世 現在各方都在關注AI搜尋引擎大戰的戰火 什麼時候會燒起來 我們來看看關於搜尋引擎市場的統計數據 截至三月Google的全球市佔率 仍然高達了九成以上 稱霸了搜尋服務的市場 可見微軟二月雖然推出了新版的 病搜尋引擎 但是想要顛覆由Google定義的傳統搜尋模式 還需要多多努力 畢竟病的全球市佔率還不到百分之三 曾經風光一時的雅虎對台灣人來說不算陌生 但是在全球的搜尋市場 市佔率只略高於百分之一 俄羅斯最大的網際網路公司Yandex 它的搜尋服務全球的市佔率也是大約是百分之一 但是在俄羅斯境內的市佔率高達了六成 美國網友口中的鴨子搜尋引擎 DuckDuckGo主打的是保護隱私 不蒐集用戶的資料 在全球市佔率大約是百分之零點五 至於被中國網友 暱稱為渡娘的百度 全球市佔率大約是百分之零點四 微軟雖然槓上了Google 但是Google的地位難以動搖 以各區域來說 病在北美的市佔率超過百分之六 已經是最高的了 在歐洲市場病的市佔率根本就不到百分之四 在亞洲使用病搜尋服務的人其實更少了 不過單看台灣病的市佔率 稍微高於了整體亞洲的平均 如何讓Google的搜尋結果 對自己有利在過去十幾年 成了行銷產業的險學 凸顯出Google的搜尋引擎 雖然是免費服務 卻是Google創造廣告收入最關鍵的途徑 去年Google的搜尋 以及相關的廣告服務 營收超過了一千六百二十億美元 從2017以來成長超過了百分之一百三十 疫情期間的數位化浪潮 更是讓Google日盡抖金 從去年的營收來看 Google搜尋相關的業務 占母公司Alphabet的總營收比重 接近了六成 是毋庸置疑的經濟母 除此之外 Alphabet的廣告營收還有兩個來源 Google Network Member 是自由網站以外的第三方廣告收入 另外一個則是YouTube的廣告收入 佔總營收的比重超過了一成 Google Play 應用程式商店 以及YouTube的付費會員等等 佔其他服務的收入 也佔一成左右 另外雲端服務的收入 佔總營收大約是百分之九 至於Alphabet的創新業務 目的不再賺錢 對營收的貢獻寥寥寥無幾 除了AI生成假消息 現在全球各國也面臨社群媒體 輿論操縱的問題 澳洲的戰略研究所最近就發現 中國在社群媒體上推展代號式 秘歡行動的秘密任務 利用了假帳號在推特上面發文 批評美國以及攻擊異議人士 再利用其他的假帳號 轉發到微博等其他的社群平台上 企圖要混亂視聽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年前就曾經強調 要提升對網路輿論的引導能力 澳洲戰略研究所ASPI近期深入追蹤 發現了中國隱秘的輿論操作方式 就是這篇批評美國霸權病的文章 中共疑似派出假帳號不斷轉發 而推特假帳號發文時 所使用的截圖似乎不小心截到 這項秘密任務的代號叫做 秘密環行動 不只批評美國包括中國流亡富商郭文貴 也都是假帳號批鬥的對象 這些假帳號的其中一個明顯線索是 幾乎所有微博貼文都在北京時間的 九九六期間發布 也就是九點上班 晚上九點下班 每週工作六天 而在微博轉貼這則貼文的兩百多個帳戶 明顯不是真人帳號 卻沒有被微博認定是假帳號而停權 可能是因為中國政府的默許 他們還發現這些帳號 並沒有把宣傳範圍局限在假帳號之間 而是與中共相關人士一搭一搶 許多官員都曾經轉發推特上 由這種假帳號發表批評美國的推文 社群媒體輿論操縱 已經成為全球問題 中國的影響不可忽略 近新聞 史方日朱佳麟報導 除了假消息之外 美國股市現在最怕的就是白宮跟國會的債務上限 協商破局 美國總統拜登結束了G7峰會的行程 就火速地趕回美國 跟眾議院的議長麥卡錫繼續協商 兩個人在二十二號談了九十分鐘 結果是有進展 但是沒有共識 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也再度警告 聯邦政府非常有可能在六月初 就要面臨現金不足的局面 高盛就預估大限是落在六月八號到九號 那麼在那之後 美國政府隨時都可能會發生違約 美國總統拜登只剩不到十天 可以跟國會協商是否要提高債務上限 二十二號跟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進行談判 表示希望徵收薪稅 處理目前債台高築的危機 不過眾議院認為政府不應該只想著增加政府收入 更應該想辦法節省支出 如何處理眼前的債務危機 不只影響美國經濟 更會對世界經濟造成巨大動盪 若是國會不提高目前債務上限 短期內將重創美國經濟 美金作為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外匯存底 只要一違約更是千億法動全身 降低美金的國際信用 對國際的金融市場帶來負面衝擊 新新聞蔡宗穎 蔡城門報導 拜登雖然提前結束 形成反美 繼續在線協商 但是不影響美國這一波外交行動的收穫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昨天跟巴布亞 紐吉內亞 簽署了國防合作協議 成功地將八國納入了陣營 儘管布林肯是強調 這項協議沒有針對任何國家 但是明顯就是要阻止中國繼續擴大 在南派平洋的影響力 手上剛比一揮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巴布亞 紐吉內亞總理馬拉普 簽下了國防合作協議 宣告美軍在太平洋又站穩一個據點 印太島與合作論壇 二十二號在巴布亞紐吉內亞首都舉辦 美國總統拜登本來打算親自出席 結果因為國內深陷 美債違約危機而臨時喊咖 改由布林肯代表出席 本來外界還說這根本是給在南太平洋 努力挖牆角的中國送上大禮包 沒想到布林肯人一到就和巴紐 簽下防衛協議 成功拉攏巴紐加入美國陣營 這項協議允許美軍可以使用 巴紐的機場和港口 而美國則將幫助巴紐政府提高 對周邊海域狀況的監測能力 雖然布林肯和巴紐總理都信誓旦旦的說 這項協議無關中國 但看在北京眼裡依然很不是滋味 馬上對號入座 由於去年四月巴紐的鄰國所羅門群島 才剛和中國簽署安全協議 允許解放軍在當地駐軍 如今美國成功插旗巴紐 外界認為是美國外交的一大勝利 有助於限制中國在太平洋地區擴張影響力 近新聞陳浩宜 朱嘉玲報導 俄羅斯西部邊境的一周 昨天遭到了突襲 有兩支由俄羅斯人組成的反抗軍 攻占了郊區的小鎮 他們說這項行動是為了從普丁的手中 解放俄羅斯 這是從一九四三年以來 俄羅斯首度有領土被人占領 但是當局刻意低調報導 還堅稱是烏克蘭的軍隊跨越邊境 發動了恐怖攻擊 俄羅斯戰機地空飛過小鎮上空 還對著自家領土發射熱燕彈 因為俄軍一覺醒來 才驚覺領土被人占領 俄羅斯西部與烏克蘭相林的貝爾哥羅德州 22號有小鎮遭到自稱自由俄羅斯軍團 以及俄羅斯志願軍的反抗軍佔領 他們聲稱要開始解放俄羅斯 這群反抗軍本來在烏克蘭協助烏軍 對抗俄軍入侵 但22號他們用裝甲車破壞邊界後 從烏克蘭進入俄羅斯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當地已經陷入激戰 很多的地方爆出煙柱 而且俄軍被殺個措手不及 不但有俄軍的直升機空襲到一半遭到擊落 還有俄軍的裝甲車落入反抗軍手中 突如其來的攻擊也嚇壞當地民眾 路上出現了逃難潮 還有人被嚇到忍不住痛哭 不明白俄羅斯為什麼被攻擊 更扯的是還有居民想逃難 才驚覺防空洞被當局所死 差點崩潰 對八十年來首次有俄羅斯的領土被佔領 貝爾哥羅德州的州長堅持 只是烏克蘭的破壞團體跑來搗亂 克里姆林公則表示 普丁已經掌握這起烏軍越境攻擊的事件 今新聞陳浩宜 戴右任報導 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加入進轉全球臉書粉絲團 按讚分享 持續訂閱鎖定 節目最後帶你到東歐的摩爾多瓦 進轉全球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